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一個階段都會有轉變 來到我這個年齡 我覺得最重要是要留意 其實不僅是我飲食習慣 但其實我裡面的荷爾蒙都在轉變 所以可能外面就有很多壓力給自己 但我身體上都在轉變 當荷爾蒙轉變的時候 我自己就覺得自己用的護膚品都要配合 可能會是多一點有紋 開始有不同的色素 或者荷爾蒙開始擴大、擴張 如果自己留意接受這件事 其實是有方法去解決的 所以我會覺得女士無論是什麼歲數都好 自己的心理上或者身體上 其實都有不同的轉變 至於秘方方面 其實我曾經試過 因為小朋友經常抱著我的學生 我試過用香檳洗手 這個方法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是做餐廳的 很多時候會有些客人離開一支香檳 然後喝不完 原來有很多朋友會用香檳洗手 其實洗完之後很滑 當然我不會用很貴的香檳洗手 其實會令自己的感覺很舒服 而且如果抱著學生、小朋友 摸在臉上,摸在臉上 其實他們都會覺得舒服一點 化妝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了解自己的臉部 每一部分 例如我可能這裡就闊一點 我知道我這邊臉大一點 這邊臉小一點 我會花多一點時間去遷就 所以如果自己了解自己漂亮一點的位置 或者需要修飾一點的位置 其實化妝可以很快 對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我畫了我的眉 就會很精神 如果我不畫眉 就算我多精神 我的樣子都很累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比較重要 畫眉和塗一點Bloss 對你來說